这是一部日本超高人气漫画改编的真人电影 原著中 黄暴血腥都只能算小儿科 各种大尺度骚操作 让漫画版人弃居高不下 甚至一度被评为十九镜 下面我们就欣赏 这部人气漫画的真人电影杀戮都市 影片开始 我们的主角玄野和嘉藤为了救人 双双与命于地铁站 等他们再次睁开眼睛 却发现自己毫发无损地出现在一个神秘的房间里 历史里的飞球射出了一道光线 一个浑身赤裸童颜俱辱的美女 就像三弟打印一般出现在他们眼前 极具正义感的嘉藤 赶紧脱下自己的外套 披在了女孩身上 众人还在一头雾水的时候 伴随着怪异的音乐 飞球上闪现的一行文字 你们已经死了 以后必须听从我的命令 这次任务是干掉葱头人 紧接着飞球两鱼打开 出现了几个带有他们名字的箱子 悬野打开了箱子 发现里面竟然是一件奇怪的紧身衣 然而悬野发现 房子里面的一个冷脸帅哥 竟然早就已经穿上了这件装备 还没等他问什么 众人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身体 在不受控制的消失 等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出现在一片寂静的街道里面 冷酷男名字叫西藏 他告诉众人 这只不过是一次真人秀 先前的那一幕 只不过是众人接受催眠产生的效果而已 他们只要完成任务 就能获得高额的奖金 任务目标出现 那是一个小巧的葱头人 一番追逐后 众人将葱头人堵在了一个小角落里 小葱头可怜兮兮地求饶 几个壮汉们回答是 葱头人必须死 几发射击过后 葱头人原地爆炸 血浆炸满了整个屋子 这么简单就能获得巨额奖金吗 等他们转过身来 发现背后出现了一个 两米多高的巨型葱头人 巨人一把捏住了壮汉的头颅 将他抓了起来 剩下两人惊恐地连连射击 巨人抓住男人身体 当起了挡电牌 随着男人的身体爆成血浆 在迟钝的人也看出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真人秀 等悬野匆匆忙忙赶过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 比如修罗炼狱一般 家藤满身是血 飞下得不敢动他 眼看葱头人就要动手 一道人影将他撞飞出去 赫然是换上紧身衣的暗本会 这时身上的紧身衣 绽放着奇异的光芒 这竟然是一件强化服 但是紧接着 葱头人毫发无损地爬了出来 暗本会和家藤都被打飞出去 眼看悬野也要遭遇毒手 突然一道奇异的光芒闪过 一条笔桌绳将葱头人 牢牢地捆在原地 冷酷的西杖解除了隐身的状态 一枪解决了这个可怕的怪物 任务完成后 众人再度回到了那个密室 在悬野的苦苦追问下 西杖告诉了他们实情 所有出现在这个房间里面的人 都是已经死去的人 他们必须接受 飞球发布的任务 不断地消灭外星人 凑齐一百分 就可以清除记忆 就能回归原本的生活 紧接着第二场任务开始 有了上次的经验 众人一开始就赶紧穿上了强化服 但是传送出现了问题 悬野还没有传送完成 竟然直接出现在敌人的面前 悬野想要举枪 但是发现自己的手臂 竟然还没传送过来 眼前的玩具人嘴巴一张 一发激光就射了过来 幸好传送在最后一刻完成 虽然被炸飞出去 但是悬野好歹没有遭遇开门杀 玩具人又是一发激光射了过来 目标却不是悬野 旁边隐身的西杖被轰飞出去 显然这次的敌人可以反隐形 玩偶冲天而起 一下将西杖撞进了地下车库 一发快速的组合拳 将他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玩偶捏住了西杖的头颅 小嘴一张就要发挥激光 加藤及时就吓了他 抱着挣扎不已的外星人 在防护俗的加持下 加藤的力量大爆发 硬生生地将玩偶人摔翻在底 但此时西杖已经不行了 临死前挣扎着拜托悬野用100分复活他 突然 玩偶又站了起来 按住悬野一顿暴悬 剧烈的疼痛 让悬野防护服也爆发了巨大的力量 拱手逆转大爆发的悬野 按住玩偶猛烈的轰击 不死心的外星人还想发射激光 但是悬野先踏一步 按下了扳机 猛烈的爆炸中 外星人化为了灰烬 剩余的四人 也毫发无损地传送回了房间 原来只要任务完成 哪怕只剩一口气 也能满血复活 刚才的任务让悬野得到了7分 熟悉了装备力量的悬野极度膨胀 面对下一次任务 竟然号称要一个人打穿棒 这个任务是一个博物 面对着可怕的巨型雕像 悬野竟然不闪不避 直接一个滑铲 雕像跨下一滑而过 回头一枪 雕像就成了瘸腿 失去了移动能力的雕像 再威猛 也就是的吧 悬野气定神闲的一枪将它打爆 但是事情人未结束 他们没有回归 显然任务出现了便移 一个牵手观音像出现 一下将悬野手中的武器击飞 要不是防护 悬野当场就要被剁成肉鱼 加藤抽出了一把菜刀 然而无济于事 对面十几把刀 围着它一顿爆炸 最后还是暗本会用身体 为它挡下了致命的攻击 愤怒的加藤小宇对大爆发 对着牵手观音像 一顿爆炸 然并且一顿操作猛龙 最后被观音像扎了个透心梁 后面的悬野再度爆发 一刀卡过去 然后就被空手夺白刃 悬野找准机会 一个翻轨捡起了枪 总算解决了观音像手中的武器 但是紧接着 观音像手中 举起了一个微型的佛像 佛像落地一个坑边巨佛 冲破了屋里 眼看巨大的佛像手掌按下 下面的加藤挣扎着 给悬野扔了一把激光枪 悬野回手一枪打爆了巨佛的手掌 看着眼前山脉一样大的佛像 悬野冲天而起 被巨佛一口吞下 就在众人惊讶之余 佛像部内一阵激光闪过 巨大的佛像轰然倒塌 终于结束 众人传送回房间 这次惨烈任务 仅剩三人存活 谁也发现 本来只是重伤的加藤 竟然在阵亡名单中 一切人未结束 战斗还将继续 彩蛋中 一脸冷漠的加藤出现在人群中 预示着一切都不那么紧